开始了是吗 我转一下 开始了 是声音图像啊 没有图像是声音 我上这放了一个二选音乐 把他们熟了 要不要加个背景音乐 算了吧 这边一会有问题可以在这边 反正我互动的时候可以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声音正常 现在是 23 等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 三点半点 放个音乐 放个音乐 真放音乐 稍等一下啊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三点半准时开始 要不随便放个音乐吧 我又被过分解读 因为我刚才转发的时候 我说面积 这个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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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看一个 我都心疼 受政策 打击 然后退股 直接就跌下去了 直接回来 这机器重仓的 消息面也配合 哇 人民网又长了 人民不上的人民网 那还有那个局客搜索的 基本都回到全高附近了 真的抢这个抢得太猛了 那他经过一个手指都没变了 下人还能有他 看券商 中心箭头打开吧 人民网也打开了 东方通信肯定打开了 就没以跌停开 东方通信没打开 什么形状 这个东方通信真是奇葩了 这个所有的机构都 都刹眼 行 我看咱们要不就先开始 一万年等了 一万年等了 那咱们就先开始了 先走了 可以 好了 那我们就试一下 声音没问题 我们就开始 好 各位投资者下午好 首先呢 今天很高兴请到 我们的股市老炮 炮呢是保罗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可以叫杜先生 或者是杜老师都可以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呢 能在百忙之中 然后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他也是一个资深老股民 也是这个对投资方面呢 有很多间谍 然后我们一直经常在网上一直聊天 这次难得有机会 其实本来 我们之前就很早就说 做一期的直播 过来跟大家聊一聊 正好这次有时间 我们上周四是吧 上周四 然后约了这周 然后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跟我们沟通一下 然后我们也互相 很尖锐的也可以互相问些问题 好吧 这次也很荣幸能来到这个 天拉五菱这个团队 然后见到这个帅的不像实力派的 刘老师 然后呢 想跟大家交流交流 平时使用这个天狼的这个 一些心路历程 包括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什么的 我相信咱们会有很多的共鸣 对 因为毕竟说实话 这个 我叫杜大哥了 杜大哥有很多这个 多年大概是06-07年 开始的故事的时候 是吧 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牛市 熊市 包括融资 包括股灾 都经历过 包括一些投资方面 一些见解 可能跟很多人的经历也有些相似 或者是有个点位啊 或者有些位置啊 心态或想法都能达到共鸣的状态 正好呢 借着这个平台 然后借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交流一下啊 嗯 我在这儿那个股市这块也就算是个 是票友 咱们技术 甭管怎么样 跟专业的比起来 就是票友 所以这个刘老师特别谦虚说 我都 其实我就是台上听不像是 是 还是 平时我们交流的时候 还是能看到 就是 杜大哥还有很多独特的独特的见解 先说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啊 这也这个 为了避免大聊 咱们先把肝炸的事情先说一下 我们是因为先拉黑了 这样才 后来不打不相识啊 是 这个比较好玩 其实这个 呃 要不您说说 您说说 是 因为这个刘老师他是这个 全球这个 有一个 著名的下跌过程中 打阴线对联战法的发明人 是吗 反而打阴线 你在附近要找对联 就还有一 还有一刀 对 我之前说过也是 全球手法 然后 那时候他就是 从15年 然后 过来之后 屡屡的反弹 然后刘老师认为 那都是 风险是大于机会的 所以说都是 嗯 没怎么太太大重仓参与 然后那段呢 我就是 呃 经常也跟一跟铁 但是后来那个 不知道 然后天哪50 觉得是 是 为什么归了 然后 你是不是说什么话 呃 我就说我是 嗯 单位某某什么 掌听干死队 跟他们一块 瞎回 然后可能以为我是要 做报告 对 对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 但是说实话 我咱那里说实话 其实我们有时 我最近这两年 拉黑的 基本上没有 我估计应该是15年16年 我不知道别人 拉黑怎么样 我拉黑其实是看心情的 嗯 正常来说 只要不说脏话 基本都不会拉黑 但是有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甚至有可能出去 然后被别人踩了一脚 有可能回来就拉黑两个 也有可能 嗯 这当开玩笑啊 嗯 其实这还不是最尴尬的 我跟你说 最尴尬的一个时候 是 我们喝过两次酒的一个 机构的一个朋友 拉黑了 真的 这是真的啊 那个怎么知道的呢 这位朋友是险子的一个大佬 我们见过很多次 喝了喝了两三次酒了 然后有一次他问我 你问问那个 呃 陈老师为什么把我拉黑了 哎 我说你把你的网名发给我 我说 估计因为陈老师 微博有时候会 有段时间有助理打理 嗯 就是可能有些说脏话的 会给你拉黑 我们的没有啊 我都是自己拉黑的 没有 没有背锅的 都是自己拉黑的 然后那时候 我就跟助理说一声 我说把那个谁谁谁的给他解出来 因为那哥们呢 他呃 就是 他说话比较直 肯定是在脏话了 嗯 肯定在脏话了 然后那个就是 给他拉黑了 嗯 然后后来我拉黑 我一看哎 我怎么也把他拉黑了 我又把他放出来了 这种事情挺正常的 嗯 其实大家呢 呃 我为什么说 跟那杜大哥 后来就是 焦虑比较多呢 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 投资人的心态 特别特别的关键 大家很简单的比方啊 比如说 不管今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 嗯 就是突然把你拉黑了 嗯 这个正常情况下呢 很多人的呃 这个 反击是比较强烈的 嗯 比如说有些会 天天埋在你 天天天到处那个 到处 然后那个 挖苦你 这有的 这是可以理解 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正常 你干嘛要把人拉黑嘛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拉黑是什么心态 就不想跟你说话了 其实是这样啊 所以说 呃 后来呢 杜大哥 即使我 我跟六一 我们俩把他拉黑了 嗯 嗯 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 然后但是杜大哥 还是对我们 特别关 特别关心 特别关照 而且现在还买了我们的基金 对对对 这应该是微博史上最大的解封 解封的单子 是 啊 那么 这个最尴尬的事情聊完 咱们就聊聊那个盘面的事啊 好 啊 就说你对这个股市 或者说软件 或者投资理财 这方面有什么 对对我们的一些意见 或问题啊 都可以提 或者你有一个什么想法 也都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嗯 但呃 大家伙都等着你先 先说说目前这个 这个当前的状况 那也行 点评一下 嗯 今天呢 你看今天指数呢 又回到那个原来 再让咱们看一下指数 好吧 先看一下 先切换一下盘面 一会咱们再聊啊 嗯 好 首先呢 其实你看啊 今天下午 中午的时候 我们还在聊天 跟那个周老师 我们在这个时候 交流一些呃 观点 我说今天这市场 有点跌不动 嗯 因为这个大家 其实有软件也都能看到 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 啊 不管通过几个指数呢 首先抛压今天是不大的 啊 经历了上周五的一个暴跌之后 今天市场是没有什么抛压的 而且早盘即使略微高开又下跌 大单资金其实流出 刚开始流出很多 嗯 但是回升的速度也非常非常快 嗯 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创业板啊 和中正五百这边 基本是没有流出的 嗯 创业板中正五百没有流出 这种情况下抛压很小 又有资金回升 而且呢 咱们也知道最近的盘面资金 觉得数值是比较多的 嗯 不管是 以这个博弈的角度啊 不管是踏空资金趁着回车进场 还是散户资金 现在是在市场场内来会炒作而言啊 这种 因为经历了上周的暴跌 又有一些回踩这种机会的话 绝大多数资金都会选择玩一玩 嗯 这种很正常 所以说呢 市场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冲高的回来 这种应该是正常的走势 应该是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那么首先呢 说比较强势的应该创业板中正五百 那么咱们从这两个指数而言呢 然后一两个月指数没有下跌正元准备 对吧 所以说市场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最好的一个玩法啊 就是制定一个策略嘛 就像我上周 上周四 上周四说的 上周四说了一个策略 结果 周五就达到一个第一个支撑位 对吧 刚才我看也有人问了 嗯 刚才跟杜大哥我们交流过这问题 就是说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 首先啊 呃 咱们先不排除说 先把这个2440点就排除掉 就是说如果2440点能不能报 就咱们先不管 嗯 先从一个个从上面来说 因为之前有过两次的案例 就是220 呃 就是在这儿 有过有过两次案例啊 一个是一个是这块 还有一次是这块 这两次呢 是把这个双翁填股的上面的股 已经吞没了 嗯 这两次 但是这两次的位置明显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在熊市初起 一个是在熊市末起 对吧 那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最极端的可能性就是把上面的双翁 把上面的头也吃掉 但是吃掉之后 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吃掉了 但是可能小时候的抛压就太大了 因为很多解套资金太多了 嗯 你看创业板咱们也知道 创业板的成本 至少我们知道私木啊 因为我们私木内部还是大概的仓位 还是了解一些 很多私木的仓位就是在这个位置建仓的 嗯 由于私木习惯玩那个中小盘 中盘股和小盘股比较多 所以说私木的基本成本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再往上冲 这块筹码 创业板大概是26% 25%吧 四分之一的筹码 这个位置基本就是快到了私木的成本了 那也说这个位置如果冲上去呢 那会面临那些解套盘 嗯 您说会卖出吗 呃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拿了某某什么什么科技啊 打个比方 某私木拿着某某科技股票 一路下跌跌了50% 到这个位置马上 其实私木我可以跟大家说 私木在这个位置进行大规模减仓过一次了 公木在这边是追进来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啊 私木大规模减仓是在这个位置上 虽然说他们成本在这儿 其实他们可能是调仓换股 但后来有没有追进来我就不知道 但是私木大规模减仓是在这儿 公木大规模追进来是在这儿 嗯 呃 那么比如说私木基本上 比如说拿着某某科技 被套50%或30% 嗯 这个位置假如一直没有动的话 到这个位置他可以把这只股票减套卖出去 卖出去之后呢 可以再调仓换股 并不是说他这个资金卖出之后就不进来了 或者说观望一段时间也可能 但是呢一定会有些卖出的力量出现 截套有些股票是要卖的 呃 机构也好散户也好都是这样 那接下来如果要是 这个位置就要上冲的话 接下来回撤的速度可能会比上周五还要快 嗯 这种可能 那接下来咱们策略其实就很简单了 那也就是说 哎 等一下啊 所以 其实他们的减仓位置基本就是每次春季行情结束差不多 对 那个幅度 对 他们减仓的很正常 对减仓也是正常的一个操作行为 如果要是上周五讲 因为这个第一个支撑位嘛 上周四直播的视频讲啊 正好直接到这位置 我上还是坚持上周的观点啊 虽然说已经到了 之前预测以为可能没有这么快 但是一天就到了 这个位置是少仓位可以玩些股票的 尤其是中小创 中小盘和创业股 创业版股票是可以玩一些 尤其像一些 在受一些科创板刺激一些医药科技tmt 这个传媒啊 这些板块 是可以做一些的 适当可以玩一点 但是仓位我不建议太大 尤其是如果前期踏空的人 可能没有赚到钱 但是可能之前 因为踏空的人之前这一路 之所以能踏空 是因为这边可能没有亏钱 才会导致踏空这么厉害 对吧 这位仓位可以玩一点 其实最好的一个位置 我个人觉得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缺口 就2800点这个位置 然后到这个筹码密集峰的上 这是双峰的下面山峰 这个位置上 而且避免这根大阳线 因为这个位置对称的 既然刚才是瀑布对点嘛 对吧 这也是红的 这边一般是蓝的 所以这个位置 如果要是不管是双头也好 还是一个次低位的横盘也好 接下来一定防止 如果回踩的话 这个位置应该是非常剧烈的 这个位置如果进仓的话 百分之三四十以上都没什么问题 这位可适当玩的 这个第一个位置 如果到了第一个位置 其实大多数你看得上的股票 它没怎么跌 对 你没法追 然后在底部的是真差 你又不太想买 对 是这样的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可能很多股票 你看到一个高不高低不低的那个位置 比如说涨个百分之三十回车百分之五 就是你进不进的很难受 这个位置其实能找到很多好股票 咱们并不一定说到这个位置就才开始悬股 其实很多股票呢 很多主力资金其实并没有在 大家想用2440也进场 就不太可能的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 很多资金是在这个位置上追高进场的 或者在这个位置进场 或者有时是在这个位置进场的 那也说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有点回撤 前期涨发不大 没有汇率空间 可以等着回撤幅度 指数回撤幅度比较大 但这样的个股回撤幅度比较小的时候 可以选择考虑进场 然后呢 如果当然 再说一句 如果要是指数真的回踩到第三个支撑位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真的能回踩到 能回踩到这个位置上 其实2440点 其实可能也就保不住了 真的如果回踩到这个位置上 2440点可能保不住了 所以说最关键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其实适当可以玩一玩 大家肯定都知道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 不会一蹴而就的 就是指数马上结束 有个双头 或者说这样 或者说这样 甚至在创新高 震荡一下 然后震荡一下 然后再往上摸一下 都有可能的 再回调 这种情况下很正常的 所以说接下来呢 指数空间可能不大 但是呢 可能是有一个情况就是选股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指数回调啊 或者说震荡幅度可能不大 但是我个人建议选股应该是比较关键的 只是空了一些仓位吧 邓达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个下来的方式也很重要 一种是就是好像你怎么往里填都是无底洞那么 音叠下来 还有一种就是快速下来 不让你中间出 他要出 就是迅速吃掉你所有的 你堆在那的买盘 然后一步到位的好像调到了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看你怎么做 你是选择选择到那个位置之后是上去判断 第一是双头 你至少位置差不多 或者右肩低一点 再一个就是认为这就是大牛式了 那么就就一把一把缩汗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像是一般常规意义的就是 牛头长长的不像 嗯 因为他这个这个小双底这个这个太小了 这个距离也太近了 然后这么短短的一段横盘时间呢 就是外面的长线资金可能来不及充分的减仓 嗯 如果拉长这个这个距离 或者说改为斜率一个很缓的缓坡向下的话 那就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一个形状 我觉得大哥说这个 嗯 这个没有 就我们之前没有沟通过这些事情啊 因为我们没有词啊 我们没有词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首先来说是这样啊 我还之前没有考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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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就是双底这个事情 如果要是咱们研究那个波浪理论 或者说那个研究形态的人很注意这个时间长度 这个双底的话确实是咱们切换到软件啊 切换软件看一下 刚才很多人可能没明白就是杜大哥在说什么 杜大哥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双底啊 如果要是认为这个双底的话 这个底距离有点近了 是这意思吧 嗯 距离有点近 而且呢大家如果要是觉得 这么双底的话 那这个就明显是有点不对称的 对吧 是有点不对称的 因为如果 就比如说我们认为啊 如果要是 我觉得 如果这位置开始调整 大家一想 横有多长 数有多高 就是这个幅度 这个涨幅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要调整 比如横盘啊 那一定是跟这个幅度差不多的 是这样 时间 距离 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数了调整呢 数个调整 那应该是这样 鞋度是这样 会到这个位置上 因为呃 大家如果要研究过一些波浪理论 对这个时间和这个长度 应该是 最简单来说啊 就是一个 要看得舒服 那 那就是说 像刚刚杜大哥说 这双底有点太短了 嗯 这双底 如果这么短 就运练这么长的话 那这些时间的 还是有点仓促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角度 嗯 研究以前的那个 K线形态 老说 那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确实是不可能完全一样 但是它为什么之间有借鉴 就是因为 如果主力建签 它势必要造成 差不多的那个形状 它才能完成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 一直研究以前的 这么一个目的所在 对 不能一点都不看以前 对对对 您是06年07年开始 开始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 就是 几乎都不算 那个 你也经历过几次牛熊市 大家聊一聊 您的这个 过往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们给大家讲 我们那些炒股经历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这个 跟我们可能 嗯 跟本身不太一样 就是 但其实都 其实本质都差不多 行 那我就大概说了 对您聊一聊 大家可能也比较感兴趣说 我前面也没什么太多露脸的 东西 你看从0607 那时候也是 因为我父亲是 从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就开始 买股票什么的 投资实家 当然他这个 这个技术一直到现在也没练出来 因为他不是太投入这个 学习这个技术 他老是觉得 嗯 差不多这个位置 行了 那就买了 然后亏了 哎 再续吧 续完之后又跌了 再继续吧 就是永远觉得是 底部 很多公募基金经理也是这么错 可能他觉得这个 如果堵着中国的国运向上的话 总有一天 我续进去 所有都会一次的拿回来 你这说的 我觉得还真跟公募基金很像 真的在 因为在17年的时候 哎 从卖方或者是买方也看了 很多东西在国运 赌国运的价层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我除了 嗯 那时候我在 在在国贸买点自己国帽的 中国国帽的那股票 有中国国帽 然后 要切完看一下吗 不用 因为我的那个工程或者物业部门 那我 我知道国帽什么 比如三七什么什么时候开什么的 哈哈 美目效应啊 嗯 对我插一句啊 嗯 可我还没介绍一下杜大哥 杜大哥 杜大哥是 比较神秘的工作啊 嗯 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啊 具体咱们就官职啊 或者是咱们就不说了 因为也涉及到一些敏感敏感度的问题 我今天 反正经常杜大哥 爬着水管 帮我表现中美贸易的问题 啊 华为公主的事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就是呃 只是今天来作为一个普通的那个天狼的客户 还有那个咱们天狼基金的客户 然后来跟大家交流交流 呃 接着说那个0607呢 那时候 你想 我那时候可以交流的人呢 仅限于永远往里续的我爸 嗯 还有呃 开箭梯的明解 就就就这些啊 开箭梯 然后 我买买什么股票 那时候嗯 那这儿 就是煤飞色五 就是 哦 607年 路安环能啊 就这些煤的 对 然后 吉恩涅涅 然后 所有的那个有色股就没有100以下的 就基本要到二三百才行 嗯 然后那煤也是就是 一看他业绩好啊 他一块多钱 就是每年最少是一块多钱的业绩 对 那么那么涨起来就是 三四十块钱 还觉得都很便宜 因为和别的股票比起来了 嗯 因为他业绩有一块多 嗯 然后好歹涨上去之后 搭一个小平台 才五六天的小平台再上 嗯 就那样 然后这个我不敢买 因为 我那时候还知道躲避一点风险呢 嗯 我说买什么呢 我那时候就穿那个 穿运动衣都是361的 啊 我买600 361 啊 华联中超 啊 就这么选啊 也是北京的 了解一点啊 就这样都能赚钱 嗯 那时候我就第一次了解 原来这个 这个股票如果赶上牛市的情况下 这真的是 BGM赚钱 老百姓他没有太多的理财的通道 嗯 房子是所有人都吵得起的 对 这是实话 嗯 你扔到银行理财或者利息那是很少的 嗯 所以想来想去又合法 你又不是P2P又不是传销呢 那 那就剩这个 对 但是这个呢 就我特别庆幸 我不懂的时候 那时候没什么钱 那投的太少了 你想我的 中国的队友都说我父亲和开电梯的明姐 都是这样的人 竟然没赔太多 就是因为我没有太多钱 所以才没赔太多 嗯 我记得 08年后来怎么样 08年后来之后 嗯 我记忆都都模糊了 因为一共才几万块钱 所以就算跌下来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那时候我就认定了 这门 我想把从业余爱好提升到就是看看能不能家庭理财这方面 我还挺下本的 就去中央财经大学再学个学位 要学个会计学的 会计硕士是吧 嗯 然后那个教授反复跟强调的 就说你们现在学的是会计学 你们以后可能会给公司做一些那个财务管理什么的 嗯 一定要记住几个原则 一个就是那个 就风险和收益一定是相适应的 嗯 你就追求那个零风险的 你就存银行 那你收益就那么点 嗯 你要想追求高收益 那绝对带来就是高风险 嗯 是 然后接下来的原则就是 钱是有时间价值的 嗯 就是你月月发工资和那个年底一次发给你 这价值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像像美国那边就是周心什么的 但其实对员工是有好处 你提前拿到这笔钱 嗯 对你是有好处的 这是时间价值 嗯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那个 就是EBIT那个息税钱的收益 嗯 就是这个企业的盈利 嗯 他要先还税 是 然后再还税 然后再给优先股 最后 你作为股民来说 你的分红就那么点 而且他还能不分配不转增 对 所以你在这里 其实你博的是一个差价 就是 你不是在等分红 对 其实真正在股市得分红 为了分红的特别少 嗯 包括机构也是 嗯 然后这都小十年了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了 这个教授竟然 讲财务管理那门 嗯 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商业 嗯 那次跟我们讲是那个合并报表 呃 吸收合并 创世合并 就说这个商业是个框 嗯 你你不知道往哪装 你就往这框里装 啊 就没有到十多年 然后到现在商业 突然出现出 我其实对 嗯 像人家专业学过快捷 我是从去年的 18年才开展 就是系统的好好学一去 嗯 我在18年一季度的时候 当时 正好一季报 看到一些商业的名词 嗯 才开始不见了解 那为什么去年年底 我特别重视 因为整个的一年 我都惦记 这商业就怕爆雷这个事 尤其去年十月份开始 创业版要求那个商业的事 我看他们现在想把商业做成一个利好 就是我今年来一个大福之后 我明年好歹盈利一点 我就预增十倍 对 这个其实财务上不叫洗大澡吗 是吧 其实现在的投资者 他是这么认为的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嗯 为什么会洗大澡呢 是因为它的利润下滑 嗯 就是原因 有因果是 原因是因为利润逐渐下滑 比如说2018年的年报或者是 年报都很差 已经不好看了 已经不好看了 既然已经不好看了 然后咱们大家把之前的商业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一起拿出来 对对 反正一起洗澡嘛 嗯 所以说投资 在二级市场的一些投资者呢 认为这个商业爆雷之后呢 在比如说咱们科医院 嗯 然后2019年 这年报的是一定同比是快速增长的 是是是吧 因为这个已经洗的 比如说像那个南京唐叶 嗯 一共当时是 好 这两天又在涨 嗯 一共是17亿的市值 然后去年亏了13亿 这就这种洗澡洗的特别猛的 特别特别多 嗯 但是我觉得 原因因而果大家还是搞反了 嗯 就是因为业绩下滑 才开始洗 顺便 顺便洗商业 大家觉得把这个当成利好 嗯 这个市场中也没有对错 是吧 但是大家想法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商业这事儿 其实是有财务的游戏 这个有的公司这么做大了 玩的太大了以后 嗯 整年会会给他发一些关切函什么之类 是啊是 嗯 因为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么玩 嗯 一年巨亏一年巨赢的这样 嗯 您后来是1415年 后来呃 从08那之后 我基本就是慢慢攒钱了 攒钱了 然后 因为觉得自己这个斩虎屠龙的技术就全有啊 嗯 到14年 还真差不多 14年 14年相对来说那是挺低的的位置了 对14年 然后我爸这时候又又跟我说了 那个 嗯 好像快来牛市了 咱们 因为他是长期的往往里摊 啊 他一直在说倒牛市 啊 但是这次我决定相信他了 他说那个 这次到牛市 然后牛市里反正 嗯 谁盘子小 谁弹性大 那咱们就就买那个创业盘嘛 对 这想法 然后 那那就就 就买创业盘 可是 就算那时候14年几乎都是 那绝对是算牛头 牛头都过了 嗯 就那时候买创业盘 那上下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幅度 有时候往下 亏的还挺厉害的 当然往上弹的也很厉害 最后 赚钱赚挺猛的 嗯 嗯 到了15年的过了过了春节 三四月份了 嗯 然后 那时候是融资是吗 嗯 这时候我爸说他 他看报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叫融资融券 哦 这些还为什么融资融券 没有 就就非到15年过春节 然后 过春节是什么时候 上演十里坑儿啊 是啊 那就一月份 一月一二月 就是大盘三 最后最终的充点 我们带着融资进去的 然后 那时候办还挺费劲的 嗯 去那开通啊 然后 演资啊 最后给的额度是 你要是股票的话 给50% 就是 你有100万的市值 给你50万 现金你可以买 然后你要100万现金 可能给你是80到100 嗯 所以我爸这时候就发现了个跳门 咱们先把别买股票都给买出去 都买出去 全变成钱 这样你可以融的多 你先拿融资部分买满 再拿你自身现金买满 这样你就是 从家刚玩 好歹没通过什么散型 那时候不用1比10 1比20 最少1比5 散型融资 还没去厂外配置那还算不错 嗯 那个好像一个10%就 就强评 我们这好像那30%强评 就是全商正规的 嗯 然后 我爸就跟我说 这个一年利息才8% 然后 咱们现在做的又这么好 嗯 那又赶上好时候 那时候谁做都好 对 那时候 四五千点那时候 正在充足 完全 就 没想到当时学的那个风险 和这个收益 它是相适应的 光看那收益了 真的 光看那收益了 然后 就 利润没奔跑多长时间 接下来就是股在1 嗯 但是买的位置还行 所以股在1之后 只要稍微一反弹 然后 嗯 就还可以 仗怪的就是的是 2 30% 嗯 就投入的 投入那些仗了2 30% 也还可以 如果能出去的话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 那出了个熔断的政策 就一下就全无理了 嗯 然后我就 提前享受了科创本 那个负20 负20 我提前享受到了 就 涨跌停板翻倍 因为带 带着一倍融资了 嗯 所以这个 特别的特别的可怕 也是就那时候 嗯 有些人就觉得 嗯 这算是一大挫折了 嗯 我的账户 可能他们说的都不错 对 尤其像你这个 之前还做过这个技术 技术知识学习 什么筷子呀 各种理论学习 嗯 这个再补充 作为减法 作为减法 没错没错 你看这 就比如说有人说你 成大事不拘小节 嗯 这话绝对他没有错 嗯 然后有人又说 细节决定成败 你 也没错 但是这些观点 其实都是打架 可是他们说的都没错 可能适用的 人不一样 人不一样 你比如马云 他不能拘小节 他事太多 对 你就是一个秘书 你能说成大事 我不拘小节 你让我订个机票 我不订车 你自己出门 拿行李找车 所以就是他们说的都没错 但到你这 他就观点打架 嗯 所以我到这块 就基本就是 乱七八糟的全都撇下去了 16年是吧 嗯 差不多 然后正式 算15年 下半年就已经开始 就正式的 投入到天狼这门下了 然后 因为我爸那时候 又提出来了 他说原来我 我用指南针的时候 我知道有一个人叫陈昊 哦 然后我就 我还特意下载了一个指南针 我说看看是什么样的 好家伙 那个有筹码 然后长得跟别的筹码都不一样 是不一样 然后 有 熊骨 马骨是吧 一大堆 牛马熊 对 我一看我说这个 要不我搜搜他们看 微博什么的 然后我我现在 嗯 我我我插一句 我上一次 就上周的时候 嗯嗯嗯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嗯 指南针牛马熊 哦 这个真的是熊骨铃 上周有一天啊 熊骨铃 然后那天我就我就把微博关了 我说不玩了啊 就 真是从那样开评 嗯 其实当时陈老师当发的很多东西还是对市场还是很有用的 嗯 后来我从那时候买天堂软件 然后 那就看刘老师啊 看看各位老师的他们那个软件讲法 嗯 那就绝对 每天就就差不多五六个小时呢 下班以后 那就远超什么清国的纲之类的 嗯 嗯 然后 自己做嘛 所以说你下班的时候听我们的课 我们下班的时候听郭德朗了 是 嗯 呃 看的书呢 也就是呃 陈老师他那个已经找不着纸质版的了 但是我找了一份盗版的就是那个 盗版的书吗 还是盗版的电子版 盗版的pdf 对 那一会一会你你一开始提醒一下 我这有盗版的纸质的啊 原版的没有 嗯 筹码分母 对对对 然后原版的我有一本 但珍藏的啊 还有盗版的那个杨勋语格博士 古诗博弈论 博弈论对 那我没输 那我也有电子版 嗯 然后至于那个技术方面 反而就是我 我只看了一个特别古老的一本书 就是别的一个基金经理推荐叫 日本蜡烛图技术 啊有那本书 嗯 但我没看过 他们管这个就叫蜡烛图 嘛 对蜡烛图 我其实我不知道您传统技术怎么分析 怎么学 我基本所有的k线呀 包括很多东西 除了波浪里论买了本书 其他全是百度学的 哦 都是那个都是前几几年那时候版度 一零年版度学的 那种线其实都都不是特别准 你看有的线型他说你长 然后还有说你跌 嗯 真的是 是 那个日本蜡烛图技术 他那本书 嗯 对帮助最大的就是 他特别看重星 特别看重尤其是 尤其特别看重长腿长脚的那种狮子鸡 嗯 他觉得经过了一个 甭管上涨还是下跌的趋势之后 如果出星的话 要特别重视这个星是否是转式的一个标志 嗯 他整个书就是围绕着一个一个星 啊 然后再有一个 就十字星是吧 围绕着那个所有的缺口 哦 缺口 十字星 他十字星看上影线和下影线的长度 长度 对 他管的叫长腿黄毛车风 嗯 如果说上影线长就肯定是压力压力大一些 是这意思 他说是 嗯 你比如说上下 同长的 都很长 就中间一个数 一个横的 那代表是经过多空双方的一个充分的博弈有上 有下 最终回到了起点 这个就是说明一段趋势可能要终结了 因为是多空打架打一个平手 嗯 已经开始打平手了 我原来我还跟那个帮朋友的公司去做过K线的方式评论 嗯 不是那个培训 12年13年的时候有做期货的公司 嗯 所以说那时候还专门好好的把那K线 因为我其实我对K线还是比较喜欢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价格这东西不骗人的 嗯 K线的形态啊 来回波动啊 还能够 能够把多空能量看得很清楚 那时候还做了一些PVT啊 课件去给我一个朋友的公司做过极其培训 我后来一个对K线的理解就是 我后来把名都忘了 嗯 因为我发现看了之后发现不用记名字 因为只要记住那个多空的能量它是什么原理就可以了 嗯 我比较早期的时候在那个 我有我的经验就是我在 008年09年的时候我看了很长时间的象征指数一分钟图 哦 就是软件切换出来就看象征指数一分钟图 它就一直在动嘛 嗯 啊免分人就一直在动 你就看着K线 哎你猜下一次K线是什么 猜下一个K线是什么 嗯 就看久了之后有时就有一些感觉了 嗯 我数字不是特别敏感 但我对图形比较敏感 所以我对K线这个一直 就是K线和波浪就是比较比较关注的 这传统技术分析方面 嗯 他对这个就是平时出现的这个多龙繁星这种小星人 他不是特别重视 嗯 他主要是一段趋势过后 嗯 比如一段很明显的一个上涨 然后突然 比如走平或者形势有点变化之后出现新 出现大型 他就特别的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对那个 他对那个前期的风 嗯 会 你如果突破之后再回挡的话 有可能前期的风是 是今后的那种支撑什么 他对这些 还有一个一个的缺口 对对这个 对今后的那个支撑和阻挡 他特别重视这些 嗯 缺口 其实我们筹码呢 嗯 其实我们筹码跟那个 量价 嗯 时空 有些些缺口 比如说我们说的筹码金空间 嗯 其实就是缺口 很多时候筹码金空间 都是由这个 缺口 以及大阴线 大阳线产生 就像刚才我说的 说说那个2008 甚至说2008到2009 那有个大阳线 那位置就是筹码金空间 其实呃筹码分布 你可以 画为传统技术分析方法 也可以 嗯 其实也可以画的传统技术分析方法 当然他是更偏向于这个 行为金融学 嗯 因为他是用筹码来后 去分析主力和投资者成本 然后你根据投资者成本 他的到这个位置是减套了 是获利了 还是大概多少人是这个赚钱了 嗯 还有多少人被套 根据这个就了解 呃量价是空啊 K线那些 其实 能看到 就是这些东西 但不知道筹码或成本的情况 嗯 其实 我觉得筹码分布可以 有一半可以化为这个 传统技术分析 还有一半化为这个 行为金融分析 嗯 嗯 嗯 我我我问一下啊 嗯 您对这个软件 我们软件就是使用过程中有啥问题 尖锐点没问题啊 就说有没有什么意见 或者说觉得哪 你觉得哪个指标 比较好 或者哪个指标用起来 就是有些问题 因为我现在就是 嗯 基本都是 嗯 师从刘老师 所以那个 包括那个充分 嗯 下跌 然后找那个博弈配线那种 然后再找那个 获利纵横 嗯 然后再结合他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图形 我觉得说说大家伙如果也是跟我一样 咱们从 一开始 学这个话 嗯 就会产生几个问题 你看一开始 呃 你觉得就是老师拿以前的例子 怎么讲 怎么对 怎么那么 怎么那么 那么那么标准呢 对 然后 我对他的景仰就跟那个 对那个 金链子大哥 我就是包算小妹就这样 但是 真正到自己 穿雕 对穿雕包算 但是你真正到自己一开始一选的话 就是 你不是挑五个 他们的就只有一个行 那四个都往下跌 对 明明都是按照说的 嗯 但其实他 其实我 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就是说这个使用啊 打个很简单的地方 嗯 就我大家知道我错过一个 最近知道我错过一个 现在还在生动发展 知道吧 嗯 生动发展 我之前讲过吧 这个完全是跟那个 是一个套路的 其实也就是说 我在使用过程中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说你在理论上 实践过程中 你看啊 我在这边做过几次 我在直播上还说 嗯 我说我既然说了 就不能再买了啊 其实这个 问题还洗了洗 对 洗了好几次 我是最开始在这做过 然后在这做过 然后在这呢 在这起来还做过 在这还做了几天 真的是后来就是 呃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 这个 这个在技术上 就是最近丢的最大的一个 嗯 嗯 嗯 就是说完全根据博弈K线 啊 这这里面 博弈K线特别多 博弈K线 无量昌阳 包括那个啊 洗愁那所有方式啊 什么你看这个 这个熊短牛长 对不对 包括啊 所有挖坑啊 什么形态都有 其实我这只股票呃 分析的挺到位的 但是原因在哪没拿住呢 首先一个原因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说我们能找到这种股票 能找到这种股票 但是我们的很多问题是出现在哪 就是说我们的选股思路 就比如说博弈K线 获利纵横 这些是牛选股工具 嗯 啊 在这个牛选股工具过程中 当我认为可能市场会有一些风险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出掉 嗯 因为在我的交易体系中 选时可能比选股 就选时的这个规避风险 这个还是比较重 比如说如果某一天 大盘低位筹法密集了 打死这种股票都不会卖出去 对吧 但是如果有一些震荡式 或者大盘有些下行风险的时候 可能会丢掉一些股票 嗯 这个其实正常 我觉得是正常 就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些标准案例啊 呃 比如说原来的保利啊 什么的 有些拿到的 有些没有拿到的 其实拿到的永远是少数 丢的其实多一些 但是咱们根据这个不断的案例去总结 我觉得 呃能够发现很多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只股票中 我对于这只股票 再说一个最近的 嗯 我开始慢慢总结到一点 我并不是比别人 选股的时候 我并不是比别人慢 我发现我比别人快了 就比如说生存发展这些股票的逻辑 其实我已经想的很通顺了 嗯 在之前我们内部交流的时候 包括跟一些机构投资者沟通的时候 我说过 比如说是猪瘟的时候 那猪瘟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肌肉是个替代 对吧 后来他开始有是个替代 然后呢 还有一些逻辑就是这个技术面分析 还有一个 其实大的方位 为什么选的农业呢 当时我也选 跟大家说过 像猪和鸡 这些农业 原因其实很简单 如果在经济下滑过程中 逆周期的行业 一个是农业 一个是军工 这是最好的两个 最好的两个行业 对吧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 大的逻辑和小的逻辑都正确了 然后技术方面也可以 但是就是没拿住 啊 其实我可以说啊 这是一个案例 其实有好多这样的 嗯 就是我们平时交易过程中 会丢到很多单子 达到困件的比方 嗯 这两天我也丢了一个 星辉娱乐 嗯 我给它叫乌磊概念股 嗯 星辉娱乐是西班牙人的大股东 它持有90%多的股份 99%左右的股份 它是西班牙人的大股 为什么吴磊能够转到西班牙人呢 嗯 他因为他是大股东嘛 对吧 正好在吴磊打入第一个进球的时候 嗯 那天我就开始买入这个股票 嗯 然后呢 被洗出来了 被洗出来了 真的是被洗 后来后知后觉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有时投资呢 呃 并不是说晚了 有时是早了 嗯 后来投资者才开始逐渐认可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像刚才所说的一些选股方法呀 包括一些逻辑呀 呃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啊 我们更擅长于呃 牛市选股 或者说确立一个风险比较低的时候 嗯 然后开始选股 因为我们的风险意识可能太强了 这是这是风险意识太强的时候 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 这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当什么时候的风险慢慢那个解除的时候 可能这些东西仓位呀和股票啊 就开始加进来 嗯 到牛市的时候浅套也不怕了 对 现在一闪动它不是浅套 那套太深 对很担心呃 因为在如果要是有些问题闪崩的时候 就比如说幸福娱乐那种股票啊 嗯 它其实业绩上是没有什么支撑的 对 它只是一个纯概念股 即使买这种股票我也不会重仓 只是谈上很少仓位玩一玩 是无垒手上怎么办是吧 对 而且如果这个概念理论不通怎么办 对吧 而且说实话这个理论真的不通 对 真的这个理论是真的不通 但是咱们A股呢 就是找一些理论不通的还能吵起来 就像刚才咱们还聊过那个刚才跟杜大哥聊过 比如上周五的时候 嗯 上周五收视的说那个大都激光被买爆了 对吧 对 我首先想到一个想法大都激光买爆 那买个人股份吗 对吧 然后上午看了看 我没动静 然后就没管了 下午一直一个人下着拉掌停 其实你说这个市场中如果要是 当这个风险慢慢的释放的时候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比如说慢慢到一回踩 当资金等等这个时候 其实咱们的机构非常非常多 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公母 在一轮牛市的过程中大概是翻倍 对吧 其实私母在 因为如果这风险意识 是比较小的时候 风险相对比较小的时候 其实仓位和操作的能力 或者说这个 可以这个 就这种加大仓位和这个灵活度 应该比公母还要还要多一些 买都是成长股 嗯 牛市主要炒成长 对 打个比方就比如说像东方通信那种 呃 私母 正常来说私母也不会做啊 公母肯定也不会做的 嗯 嗯 所以就是你看第一阶段就是 想怎么看老师讲的怎么对 然后 博弈K线无量长阳 宣估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哈 他自己就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山 其实我们也是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一样的 大家不是说啊 那个说我讲案例讲这么好啊 就操作股票一定是天天能抓这股票 不是 其实我一般来说呃 就是博弈K线无量长阳 这种盛能发展的股票 有人说可能会你丢掉一只股票 会觉得很心痛 其实不是这样的 心痛 不心痛才奇怪了 肯定会心痛 但是一般正常来说股是三千多只股票 呃 我基本上是 花 两周时间 嗯 大概能找出类似一只个股 嗯 比如说现在也有一只这样类似个股 比如说是哪里行业 这个行业里逻辑比较通顺 嗯 就是个股你有大量时间去观察 嗯 就是说这个机会其实还是很多的 嗯 但是这个方法就像博弈K线选股票 呃 主要原因是在哪呢 嗯 并不是说 机会少 而是机会太多了 就像刚刚你所说的 就是 这方法好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这个逻辑 因为我们都讲的标准案例 对 讲的标准案例 呃 我们这一个标准案例可能通过 10只或者甚至20个股 然后逐渐是先引出来 大家看见的比方 呃 上周五比如说有那么一只股票 我最近又发现一只股票 比如说 在上周五大盘暴跌的时候 这个本来就有博弈K线呀 还挺好 然后上面开始均衡 我们还涨幅不大 在上周五暴跌的时候 它呃 只有到最后跳水的时候才有程度 这种股票是强势股 然后今天这种早盘下跌的时候 它就不下跌了 早盘就直接开始往上冲了 然后开始冲了百中三四 然后开始就调调调调 基本上下午还没有大盘还没有风涨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上涨了 就这种股票呢 我们一定是在大盘下跌回撤的时候 就是选股方法啊 其实很简单 嗯 啊我们会举一些标准案例 我们讲课都会讲一些标准案例 比如说单边市 做期货的也是 固执期货也是 今天单边市真当是 标准案例 但其实所有一个标准案例 我们讲 大家不要把我们讲课认为 那个特别特别神啊 嗯 我们其实真的就是 作为一个标准案例 你可能经过很多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和到最后的一个提炼的过程 没错 但真正落实到悬股的时候 会可能有很多那个瑕疵 或者说很多噪音 你需要是怎么去排除 嗯 其实老师他们也是看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是 一上来按照老师教的方法 比如一二三四 我替您提过好像十五条 你就是怎么挑那个低位特别好的那种 大概提了十五条 有那么多条 嗯 然后忘了十五条 然后把这十五条你比如全符合了 然后你挑出那些 然后还是不一定 对 都不一定大部分长 都 但那个时候千万别就是放弃 这个软件没用 这根本就选的根本就不是 可其实有好多都是因为 你自己还是挑的不对 因为你再经过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也是嗯 你学够那个小时数不说得什么 两万小时才能精通一件事吗 你再回头再看你当时挑的 那只是四十二倍 你看着像 那其实其实不是 因为咱们这个嗯 怎么说呢 就算有这么一个软件 就相当于 你跟打枪游戏 你有一个好的装备 那剩下还得大部分的是练 是 然后 老师他每一番给你按照那个 很量化的跟你说 比如说就像教你炒菜 就是你加少许 那少许是多少克 是 他没法给你量化 有点口轻 嗯 然后纹火呢 纹火那到底是多大 那火苗是几毫米 他没法去量化 所以这块 教你自己掌握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炒糊了 对 或者味道不好 那你再继续练下去 不就能炒好了吗 对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是就是以为 软件没用 然后 然后放弃了 不弄了不弄了 反而我也学不好了 就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一定要继续用时间学下去 而且这个 咱们到几点 没事 四点半 现在是四点二十 咱们到五点多就行 哦 行 然后这个 其实我们这种交流嘛 大家就聊聊天 没错 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一些 这个网络面前的朋友 有时间过来聊了也可以 嗯 这个 我用这个天亮软件 因为 我分析差不多 熊 你是15年开始用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熊特别长 像以前那种 如果是遇上一种 嗯 超高适应率的 像这次15年 算是拿 拿融资堆上的 它适应率超高 像这种 那就不能两年结束了 我看以前有短熊 差不多是两年的 但是你要遇上超高适应率的 那个 当然两年短熊之后 那牛也是比较小 嗯 然后你要遇上那个 大牛 超高适应率 那后边的熊 是一个长熊 长熊 没得四年左右 所以 嗯 在这中间呢 这四年 我发觉就是 它公布 它得吃饭 所以这四年之中 以前也有这种 长 长熊 长熊之间都有一段 蓝筹牛 它夹在这个熊里头 嗯 是 它就公布在里头吃饭 对 别的骨都不管你 别的骨都往下去 它这个 它只 只拉它那部分 它往上去 你对这大盘 怎么看 你有什么想法 呃 我记得说刚才那个 我说完 我刚才那个 那道那个 长 长的这个 长熊之间 会有一段蓝筹牛 这个 这块呢 就是 这是 对 我有一个案例 能吹一辈子 这个 嗯 因为我判断它这中间 会有一段这个 假牛 因为大部分股票都在往下 还在不断的创了新低 但是 你看这指数它 恨不得是往上走 当然走得很缓 嗯 就这段 我就挑那个 大盘的 嗯 至少得是 500亿 500亿市值以上 对 然后再挑点 有概念的 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 进去之后 几乎把我那个 就是 嗯 股灾那那段 给满回来了 嗯 而且这个 大家知道 那个爱慕内衣 那个那个董事长 那个那个张董事长 他他跟我父亲使交 他就他们自己可能也要 也要上市嘛 嗯 那个证券部 那天就是把我叫到爱慕的总部 我说 哎 听说你好这个 拿出一个手机那个股票软件 嗯 你你你最近看什么的 给我说三个 我看你的水平怎么样 那时候差不多就17年 17年 刚过春节那是吧 嗯 然后我就 看好了三个 然后 嗯 海康威视 嗯 京东方 还有运回超市 就整说这三个 然后 当时还都是挺牛的 嗯 这三个几乎是 今后 整个贯穿17年 都是特特别牛的 嗯 然后也算是我跟这个 啊 跟 我能认识的名人里 我算 撈了一回脸 撈了 全凭这个这个天狼 这个软件 就是 他们那个形状特别好 你可以 对 可以看看 那时候是京东方 啊 还 筹码都还可以 超这永辉超市 永辉超市 永辉超市 这是我 我也给周围 说过 嗯 因为 呃 包括 在16年17年啊 很多朋友 确实 之前亏了一些钱 嗯 想做一些钱 但是又不想来好 嗯 我当时的理念呢 就是说 如果你想长去做的话 嗯 啊 因为我有朋友是做 在跟华联 超市有些关系 说你做超市的话 我说你永辉不错 嗯 永辉还可以 实在不行就合理 就这两个 但你能看到的 对吧 但是他一直买住了之后 呃 什么是卖的呢 是那个 嗯 永辉是在什么时候 被阿里 然后入股 然后当天涨 当天涨了百分之多少 因为有些股票 如果没有大的流动性的话 其实是很能卖出股票的 嗯 嗯 我们有时也会遭遇 虽然我们现在资金量不大 但是有时也会遭遇这种问题 就是 对 有时候我的一些股票 我会看到下面有 哎 挂了买单 400多手 哎我直接敲给他 等了等了好几天 终于出来一个400多手 直接敲给他 嗯 但可能卖出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但是当有这种流动性的时候 还是想先卖出去 嗯 嗯 后来那个到 到 到差不多 冲顶 冲顶3500的时候 嗯 这时候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听那个 陈老师他的 他的一些那个 视频什么的 嗯 他那时候开了几次直播 不是在那个附近说 他是在 再往前 在这儿吧 嗯 他提出的就是 叫弱势爆发 嗯 你看他本来沿着一个很缓的 嗯 坡度 他突然涨倒了 又没有特别多的外来资金 这种弱势爆发 基本就是 就是要结束了 嗯 所以就是 大家一定要 关注那个陈老师 或者刘老师 他们那个 说的 有时候 好有几个关键点 对你特别有启发 你和弱势爆发一下 没有拿去用什么 当时 根本没有弱势爆发 一直在走 突然之间 那一句话对你 脑海中突然就闪现 其实就是上周啊 上周其实有些特征 还是特别明显的 嗯 就是 因为上周确实啊 因为也踏空之后 我微博还好 其实我微博大家看了 我微博基本上没什么盆子 嗯 为什么 挺主要是 其实还是想花精力 因为回撤的时候啊 是有很多股票的 嗯 这个时候光靠技术 有时候是不够的 因为 呃 当你拿一只股票 如果对他基本面 对他的行业 对他的财务 有时候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你是拿不住的 嗯 就比如说我说轻会欲乐啊 拿了两三天 拿不住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公司不咋地 然后你就拿不住 所以说会去失去一些东西 你说这时候花些精力研究股票 对吧 但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嗯 上周其实有几次特别明显的市场训练 嗯 就是先下跌拉回来 先下跌再拉回来 先下跌再拉回来 跌不动 对 但是周四下午那一个拐点 就往下以尾盘一下跌 基本上信号就有点明显了 嗯 我可以 客观跟大家评论一下 就是以后怎么听我们的客户 怎么听我们的观点 嗯 首先来说看空的 我们看空的观点 大家尽量关注一下 我们看空的观点一般是偏左侧 嗯 我们不管做股票还是做股市期货啊 提前 我们的理念呢 基本理念和一些研究方法 呃 包括 比如说你看上周 神仙姐 周老师 包括我们那个很多的汽水客户 上周其实都赚了很多很多钱 人为什么呢 其实对于日内的交易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抛压和这个形态 嗯 就做空的就是这种形态特别容易发现 嗯 盘后其实也是 就是说我们对于做空或者看空 基本上是偏左侧的啊 比如说桃顶也是偏左侧的 一定会踏空一段时间 但是呢 我们如果看多的话 一般是右侧 就是我们找不到最微型的位置 是 我们找不到微型的位置 可以这么说啊 实话实说 微型的位置其实特别难找 因为在技术形态上来说 在下跌的图中 所有的信号都是也是偏空的 也就是说震荡式 震荡式下跌的时候 大单也流出 然后资金也不好 然后跑也增大 但突然有微型翻展之后 你可以这个位置抓不住 但是一般来说是二浪 或者是回调的时候 是可以捕捉到的 对 所以说有些观点呢 不可能百分百正确 嗯 这个市场尤其这次反弹 其实特殊性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即使到现在很多机构啊 包括很多个人啊 包括很多大V啊 依然对这次反弹 没有什么就是理解 是 这次共性 呃 大家可能觉得是北上资金原因啊 包括 容作用上肯定不是啊 容作用上肯定不是啊 容作用上肯定是后 水涨上肯定 对啊 呃 在之前大上周四的时候 给大家看过北上资金 嗯 北上资金以前就是一直加速流进 嗯 它没有这么大的量能啊 没有这么大量 一定是还有些资金 那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资金 咱们可能只能等过个一年半载之后 才能慢慢从一些消息 或者一些渠道中 才能知道这次发生资金是谁 嗯 根据以前的经验 当然这个经验就是用来打破的 不一定对啊 对 呃 中间走完这段 极品牛以后啊 这这段就是大盘蓝州牛以后 嗯 要演其息骨至少一年半 或者到两年 就上上股灵这块 对对对 你看从从上面下来 这个时间正好一年整 我给你切换一下啊 好 下来正好一年整 然后一年整之后走出这算是A B B几乎就没什么反弹 嗯 顶多是一个红帆震荡 证明他没有太大的上功能力 嗯 没有钱嘛 嗯 然后接下来马上就就成功了 革命马上就成功了 嗯 真的就是我预想的就是啊 到六月这个图形已经很漂亮了 而且他带着他带着其他的板块的一起下 就所有的共同寻底的最后的半年 嗯 没想到这个一过春节这个人算不如天子 本来觉得到这个中枢区还不就就行了 因为因为这是 嗯 这个上正五年呃 北上资金做的还是有一些的 嗯 是 然后直接就开始备量了 对 这一下就备量的话 那就到哪之后就就看你钱有多少 嗯 这个咱不好预测 对 这个不好意思只能等他开完火 然后然后看看空方再打一缩 看能到哪 现在多方出拳 嗯 现在就是很多公共基金啊 他都是在揣测北上资金 因为这些外资是怎么想的 嗯 就是 呃 我最近听一个机构大佬聊了一个这个观点 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说呃 现在 很多人认为这北上资金他的视角呢 是俯瞰这个A股的 哇 就是说 很多人 很多机构认为就是外资他是俯瞰A股的 上帝视角 对他是上帝视角 为什么他们比如说呃 经历华尔街 就是 就打个很简单比吧 咱们如果再去投资越南 或者东南亚的一些新兴的股市的时候 我们会以我们过去发展20年 或者说这个经济的转型过程中 去呃找的一些有潜力的龙头行业 包括有竞争力的这种 嗯 有壁垒的这种行业的股票 对吧 找一些龙头 甚至比如说去越南找一些类似的海洛水泥 嗯 类似的海天 海天酱油 类似的这个贵州茅台 对吧 找这样的股票 他就买越南50 对吧 甚至直接就直接去买越南50了 是吧 嗯 他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外资 他是以这种角度 从华尔街的角度去俯瞰咱们的 因为他们发展历程是比咱们早一些年的 所以说大家试图去揣测外资的想法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遮吧 肯定是外资进来的 比如说那个民胜指数 五月八月十一月是吧 逐渐开始提高 嗯 对市场的投资风格肯定是有些变化 但是呃 还是要呃 信奉一个道理吧 这个资金还是有一定规律 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养韭菜 明胜能带来那么大资金量吗 呃 大概是呃 除了明胜还有这个标普的大概三个指数 我我出来算了一下 呃 如果要今年全部加上大概是六五千六百亿人民币啊 五千六百亿人民币 大概是这么个数字 养老金呢 养老金没算出来 养老金他其实现在养老金那天我看说了一下 大概是两千亿吧 好像是现在是两千亿 大概是数字 嗯 比如说这个外资的数字 如果要是还是相当是比较多的 只是说它分批的 比如五月份 八月份 十月份 大概是五千六百亿 我记得数字是这样的 呃 可能对市场投资风格会有些变化 但是我觉得呃 并不会因为对外资的进入 对市场中 就比如说之前不前呃 16年17年的时候已经信奉价值投资了 对18年 大家开始怀疑 嗯 现在彻底谱 中方通信 哎 有什么价值是不是 包括还有一些东西 又是有自炒作过 嗯 就是市场它是一个轮回 但是不管他们好像 对 现在又跌停了这些 所以说呃 咱们该怎么做吧 还是怎么做 嗯 但是一定要重视一种 我是觉得啊 重视还是重视一些基本面 啊 就说是呃 唯一一个就是说 你觉得为外资对咱们的影响啊 尤其像我比如说操作基金来说 我必须要注重一些基本面 虽然说有些股票我是通过技术删演出来 嗯 但是基本面如果要是不是很扎实的话 我可能仓位比较小 嗯 或者说可能不会重仓买入 或者说玩一下就跑掉了 啊 不会说持续的持有啊 所以就是这这一浪 到这个B浪那个斜方 斜方算是平凡吧 嗯 嗯 这走的都极其生硬 嗯 这个这个就显得跟人为控制一样 走的都极其生硬 对像我们去年6月到10月 这种就是大缺口下来 然后再拿阳线再包回去 我看这又是跳空往上 然后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 这么跳空往上 这都没见过这个 对 然后接下来这段走的很很自然 嗯 但是很自然就是 接下来改善找找春季行情 对 春季行情 其实这一块 嗯 还真是 真是看空上的无缘了 对吧 但是跌幅 我当时预计是50% 预计10% 我认为是到这个位置 嗯 我认为是到这个位置 就是到这个尖尖尖 就筹码风的这个尖尖尖 其实就是到这个位置嘛 啊 就是到这块 这个平台是最好的 差一点 我记得 我记得 陈老师说他们 嗯 好像输不起 嗯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 把自己这个市值拉回来 嗯 所以就是可能 对 借着各种各种消息 然后争取 能激活市场 嗯 借力 让把外来资金吸引进来 有用可能 是这样的 他不愿意 一起到最低位 而且 而且北上资金是从17年初开始进来的 嗯 17年初北上资金 上次我看过那个图嘛 北上资金 其实就在这个位置开始进来的 就这个 也就是这个位置上 是他们成本区 这位可以认为是北上资金最开始进场 一个建仓区域 嗯 所以到这个箱体的下沿的时候 正好到这儿 有一定支撑 当然他们后来是不断买入 成本可能逐渐太高的 下跌时又在不断买入 那 估计他呢也就在这儿 我估计 北上资金成本估计也就在这儿 平均成本啊 平均成本也在这儿 所以现在往回这么一勾 嗯 好多上这50的 那股又回到了几乎前提最高点 就在这个位置上 发动牛市 这以前都从来没有遇上过 等于他整个牛 整个在熊市过程中 不但没参与跌 而且他还创了新高 同时在跟大家一起享受牛市 对 这个就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以前没有发生过 其实北上资金 嗯 我个人觉得啊 他们 咱们不去揣测他 嗯 其实我觉得他首先来说 他的一些操作呢 我们还是呃 他的一些风格 他是理念 我还是认可一下 嗯 首先来说他是长线投资的 嗯 不像咱们国内很多公募基金 他还是那个低吸高抛的 说着价格投资过两天就卖了 对吧 价值投机都是 很多他的股票啊 还确实是长线的 所以说他会起到一个锁筹的作用 嗯 我觉得对于一些 呃 但是你会想到一个问题 本上资金那么买了那么多 谁卖的呢 嗯 就之前被套的一些机构卖出去的 有分歧 对还是有分歧的 所以说对于未来的一些机会 嗯 都要跟你怎么看 比如说未来一些行业或者是机会 嗯 因为这次就是明显就是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感觉不太够 嗯 然后没有一个就是往往年到你头的时候咱们就是比较 比较舒服的 哪怕买套进场呢 嗯 那么那么一个过程就是没有 你现在只能是抬轿进场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就是要不就再等等 还是在等等 因为他他冲上去之后 嗯 我觉得有获利盘 嗯 有解套盘 还有那个还有融资盘 就这些嗯 形成向上的时候 他也许盘子轻 嗯 但一旦一旦形成向下的时候 他可能会会一起一起涌出 嗯 一起涌出的时候就可能会说的那几个点有可能会承接无力 要接不住的话就回到了传统的就是熊墨的那个那个形状 对 那个形状反而是各个机构 包括嗯 诺德那个那个基金经理他也提到 就那种那种情况他们才是 他觉得应该肯定会有 然后他会比较舒服的进场 然后一点一点一直一直吃到满为止 嗯 这样的话就是太危险了 什么太危险了 而且确实嗯 没有这么玩过 然后不如说华尔街没什么新鲜事 我觉得这个 但这次的技术特征还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确实不太一样 嗯 所以说现在这次分歧为什么这么大呢 也是因为这个次的技术特征 呃 还有这两年的情况可能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确实华尔街没有新鲜事物 嗯 实际上可能 嗯 比如说这个位置有可能是 呃 类似2013年初一波 当然有可能像2005年的时候 2005年类似这样大的反弹也是有的 嗯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也有可能 2013年初那波是 大概30%啊 反弹幅度 呃后来又开始18491呃真浪 因为这个现在达成牛市共识的人太多 然后一旦他们的心眼破了 他们义无反共出来也很可怕 对 而且这次航行中呢 其实公墓踏空的更多 嗯 公墓踏空的更多 原因其实为什么呢 呃 公墓对于看重基本面还是比较多一些 呃没有踏空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之前仓率比较重 嗯被套牢 然后呃没有踏空的几个主要几个观点啊 跟大家呃就简单交流 一个是之前看重那些基本面比较好的行业个股 对吧 一直拿着一直不断加仓 嗯 公墓也是被套不断加仓啊 这是一样的 跟大家所有投资者都一样的 被套会逐渐加仓 呃逐渐加仓之后呢 一是认为是供值是比较低 然后逐渐买入的多一些 嗯 呃所以说 这次没有没有被套的公墓 主要是因为前期18年仓比较重的 嗯 就已经被套了 或者仓比较重 然后拿住的 然后呢绝大多数的公墓 是在3000点之后 就是被踏空那个 所谓的公墓踏空啊 他们基本仓的都是60%以下 嗯 甚至70%以下 嗯 这这叫踏空啊 是啊 他们那基本然后追进来的 大概一般是3000点 就是前大上周吧 嗯 那左右 呃 基本上追进来多一些 但是又卖出的也比较快 因为他们对于未来的行情 也是比较担心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市场的 纠结应该是正常的 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很宽幅的一个震荡 嗯 宽幅震荡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个股机会 这个股机会呢 呃 我比较倾向于是这样 呃 因为大家这一轮炒作起来的 大家认为是比如说科创板 科创板 这些引导的一些 比如说像圈尔商和科技股 呃 呃 这些对于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呃 呃空间已经不是特别大 我个人觉得 如果要是我做的话 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方面 因为首先来说科技股的基本面 不太好把握 首先来说估值 然后前景 呃 最多做科技股怎么做呢 嗯 就是纯技术 偏向于技术玩一点 嗯 未来我依然还是选择 我现在的一个方式这样 嗯 因为现在整体的经济不是下滑的 对 这个是肯 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 经济下滑不可能在一季度二季度马上翻转 这是肯定的 在经济下滑过程中 有一些行业其实比较好的 这个行业中呃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 嗯 像那个 有些行业下滑过程中 它的需求经济下滑 这个时候龙头的地位开始扩张了 嗯 它的龙头开始扩张一些市场 嗯 这个时候就 比如说像一些零售 嗯 像一些珠宝这些年 这些年应该有了解 我早觉得15年 已经炒过这个网络和这个高科技了 嗯 那时候嗯 机器人 对 叫工业4.0嘛 那时候15年主要是炒这个 嗯 然后到现在啊 这么近的时间呢 如果再来一次 有可能会换一换 就换一换 比如不得不做的 你像 那国家的千年大计 是不是不得不做 那时候再来一点那个熊湾 什么的 还有大湾区 港珠澳那大湾区 这些 但是这些 嗯 如果熊湾和港中澳 这个 基本上主要就几个 嗯 一个就是大头就是地产 对 小头就是基建 这些地产基建 附近的水泥 对 水泥建材 就是一条龙的 但是这个行业 我不知道能不能串得起 这个这个牛市 就是下一波 如果牛市弱点 就是现在 这边 比如说算牛钱的这一次 大幅反弹吧 嗯 现在冒出来的就很可能就 就 夭折了 今后就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 哎 这个说的很对啊 我觉得这这我非常认同 就是说 大家不要以为就是牛市 如果啊 咱们说现在这个位置是牛市 最开启一波发令枪 这位置是牛市初期的一个大的反弹 哎 牛头 未来不管是怎么震荡 但是一定记住 未来的龙头 不是这一波龙头 一般都是这样 是吧 一般这些都是预热的 未来龙头 比如像那个 我记得 比如说 14 呃 09年吧 就说09 09年 09年那边反弹最开始是水泥 嗯 水泥 后来才开始轮到建材和地产 龙头 然后像 像这个14年的时候 钢尺也是水泥 钢尺水泥也起来 还有一些建材什么的 但是到最后是券上 但整个这波就没有有色金属 对 那钱到08玩完 0708玩完 对 JAPES就没碰他 嗯 所以说我 我更倾向于 就像 基建 地产我不太认可 嗯 地产这块因为 很多政策还是有些不说明底的地方 是 但是基建这个行业 我觉得可以考虑 可以关注一下 对 还有一些就是 还有一些行业呢 比如说像 轻工制造 旅游 餐饮 还有家居 就这些小周期行业 就这些行业中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行业是周期行业的 但是在这个经济下滑过程中 这龙头 龙头的地位非常非常好 打个很简单比方 咱们就说珠宝 因为我们家原来做过的 开过这个 开过这个珠宝店 10年开的 10年开的 但是到 15年 16年 16年 1年撤了一个店 17年撤了一个店 就熬不住了 因为 就是 怎么熬不住呢 就是说你开一个月 就要交一个月十几万的租金 对 这时候你就不赚钱的话 你这个时候就 你小本经营 你就要先撤店 因为你说 多开一个月 就亏一个月钱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发现一些像 比如说 什么中国黄金那些店 什么凤翔那些店 还有类似这些店 它就熬过来了 如果要是你自己 就小本经营 比如说我们自己 自己开的一种店 就很难熬过来 就这个比方 就是说 在经济下滑 或者说需求 开始减少的时候 这时候 有一些雄厚资金龙头 它就能熬过这个周期 大河亨仙的比方 比如说一些瘦的商场 它逐渐开店 它逐渐开店 在下行周期的过程中 它逐渐开店 等经济转转的时候 它的受益非常非常大 我现在最近一直在找 类似这样的个股 就是说在周期行业中 在下行过程中 找这种龙头 我并不认为说 在你要等这个经济 开始转转 才去找这样的股票 经济转转的时候 这种股票 其实已经起来了 很多 其实这样的股票 而且呢 这样的股票 在这次炒作中 基本没有动 没有什么动作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我问一点 那个技术问题 就是我看那个陈老师的书 他特别提到一种 就是向下挖坑的走势 然后爬回到坑沿的时候 有时候放大量 然后在那儿 能横得住 他觉得这样是 既有从坑里爬上来的 或立盘 又有当时深套之后的解套盘 他如果能横得住的话 会不会大概的 这是一个 就是今后想 想操作这只股票 基金进去的 但是有的时候 在坑沿那儿横的 确实不错 但是一下有时候 就破位了 有这种情况 因为有些是 所以说我一般 选股票的时候 就挖坑 我不单独看挖坑 就是说这个挖坑之前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我喜欢看的 就是说 最好挖个两次以上的坑 而且两次坑的形态 有点不一样 最好 而且到后期的挖坑 的坑沿缩量的 坑沿后期我喜欢 后期是缩量一些的 因为前 我们 如果要是挖坑的坑沿 如果要放量的 就刚才你所说放量 那时候一般是抢筹 抢筹它说明它并不控盘 如果要是 你说这股票 这种事 当切换一下 就当案例了 咱不是说 因为这是以前的事 对 很久以前了 去年三四月份 很久以前的 我还是 这种我不太喜欢 这不是说事后 就刚才所说的 我不太喜欢 这种一次挖坑的 而且幅度特别大 幅度太大了 到这位置放量 就像你说说 这是其实抢筹 而且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 主力自救 我一般比较喜欢 就是挖你一次之后 还要挖一次 到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 我看是切换 是 到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 它是缩量的 缩量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人解套了 但是没有卖出 这个时候可能好些 就比如说还是说那生存发展 生存发展 这些生存发展 后来我还做过 但是没有拿出 你看它其实 你看这只股票 它的挖坑就没有那么剧烈 到这你看是缩量 有好多股票都快出现 就是前面那种深微 你这个怎么看待呢 这种一般是受大盘影响多一些 这种一般 特别深微 你可以首先说 先去对比一下 有没有大盘 你看这吧 下面 这会儿是正好跟那大盘有关 要不就是利空消息 要不就利空消息 要不就是大盘做 那这个大盘做的就没有问题 而且这两次 这两次 你看这次是放量的 看到了吗 是 第一次挖坑就回来 这次放量 放量的 挖坑的坑的右眼放量 一般是抢筹 你可以认为是抢筹 抢筹 为什么要抢筹 说明它的职仓的筹码并不多 它并不控盘 等到那个坑的右眼的时候 开始缩量的时候 这就放量上涨 这就没事了 如果要是缩量的 到这时候开始缩量了 你看这种 它坑的右眼 开始缩量了 你看这块解套的人 这会被套了吗 到这时候解套了 它是缩量的 说明这个筹码已经锁了 拿满了 筹码还可以 只是因为这折腾太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 现在看你的好像还好 但是真的是几个月了 真的是 是是是 时间太长了 让我拿住真的是挺难 何况大盘 还没有说那么 说这种的低吸位置都在 比如回落到成本金线附近吗 低吸位置 低吸位置 我一般 反正我做这几次 这只个股 我都是在类似这种位置 我不会在这个位置吸的 我吸不到这个位置 实话是说我一般都在这儿 或者这儿 你涨回到无穷城 对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这在牛 有人说会不会很着急 或踏空 其实牛市 我们很80%的选股方法 都是牛市选股方法 80%都是牛市 我记得还有一个 你都是最少两年到两年半 怎么可能就这么几天就踏空 对 有很多这样 我记得当时 呃 在上了牛市的时候 我我给大家 那时候还可以数票 因为那时候不做经理 就做股评嘛 呃 那叫现在叫什么 原来叫什么轮胎吧 呃 记 不是 阿华 集团 好像是 改名字了 就原来轮胎 叫什么轮胎的 哦 对 上了牛市的时候 这只股票就是 如果那时听课的知道 因为我这个有个大姐给我发了一个大红包 哈哈哈 然后我说不要不要 他说你一定要因为靠这只股票赚钱了 哈哈哈 然后那个 我说回头请我吃饭就行了 他这只股票你看啊 当时是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 呃 在你看这14年吧 14年这是5月份 其实你看大盘已经长得很凶很凶了 都已经涨到两几 都已经这是到14年的10月份 答案都已经涨了很多了 对 从2000到2600了涨到六百五点 嗯嗯嗯嗯嗯 但这只股票其实你看一直没有怎么动 是是 这只股票也是我根据就这个方法 你看啊 锁 然后筹码锁定非常好 稳定特别好 但是这只股票我说了之后很长时间都没赚钱 真的人几个月啊 其实要按你们以前交的一定要让它翻到成本级线上面 那还在铁油的等 对 这些股票走的特别稳 但是那大姐重仓真的挺重仓买这只股票 嗯嗯 重仓买这只股票之后 不知道 我都后来没查这为什么消息啊 但是这是一个规律 确实是一个规律 他憋了之后 他一定会找的东西突破过来 然后就就抱转了一笔 嗯嗯 抱转了一笔 然后就非要给我发动包 我说有时间请我吃饭 我不要了 嗯 就说呃 你看这只股 也就是说 以后如果真的未来有牛市 你发现有些股 你没有抓到鸡子的时候 你回头去找 嗯 回头去找 牛市牛市的时候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追 嗯 追没问题啊 牛市是可以追的 一个是追 再也就是等 哎 就等这种股票 真的没有动作 他在牛市即使是什么时候呢 哪怕这时候不涨 一定到最后也是涨 像这种 嗯 那是应该高抛呢 还是一直误到 感觉牛市结束为止呢 他好像是 这左右就好像下跌了 这时候卖了吧 这时候卖了 嗯 就是您推荐一直到牛市 就是结束呢 还是 我没管他卖出 感觉有一定的幅度 然后自己觉得够了就可以 可以出了 嗯 我 就是母猪到头还是 感觉 我自己做过一个 嗯 这个股票 我呢 到后来啊 这其实就没啥经验了 就没啥经验了 就是根本技术已经 技术上面就赶上了 如果赶上这种股票怎么办呢 赶上这这时候卖 这个其实是线上线下那么 对对对 完全站在线上 对这其实也是反复的洗盘 这个尤其有几个特征 就在大盘下跌 你看这大盘下跌 大盘这一天 嗯 5月6号下跌 然后5月9号下跌 他就立刻收回来 这种股票特别好 嗯 就是说现在股票池里要有 二三十只类似这样的股票 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筛选这样强势的股票 然后等机会布局 所以你看这样 就有些用途说 那怎么在那个线下 也可以买了这成 跟你讲的不一样 我就线上买 这些股票我就线上买的 线上这三到六个月嘛 就好 他他标准定的特别死 嗯 就是你你提出过的那十多条 一逐一 三到六个月嘛 先最好线上买 快四到六个月 然后底一个风 就滚到上去那个风上去 啊 代表那个资金在上面那个 比散户那个 那个位置要高的地方 吸的吸的货 什么之类的 其实分类型 嗯 比如像性能发展那种 一看死轴就比较多 就可以 像这种来不及 你等到三四个月 可能来达文件的比方 你这个啊 先说法医术 我后来怎么卖的 嗯 我就想等 因为大概是我这时候进的吧 啊 然后这时候追了一点 然后这天下跌了 我又 我又补了一点 嗯 补了一点 正常来说我拿不住 嗯 正常说实话实话 正常我拿不住 他破位的这种这种 对 对 我让我拿着这只股票信心 就是这几天 那几天逆势的上涨 正常来说资金不会这么干 嗯 没有这么胆肥的 大盘暴跌5% 暴跌3% 两天暴跌5% 这是逆势上涨 资金一定是有事 这是让我有信心的一个问题 但如果一直这么 如果要在这个位置再横盘 一周我可能也拿不住了 实话实说 因为大盘那位置确实不好啊 大盘奉献挺大的 但这就是拿住原因是因为停牌了 他停牌这是 被动持股 对被动持股 5月份停了半年 然后起来之后怎么卖 就像刚才那个华为集团 原来的叫什么轮胎 嗯 我当时就想到百分之百就卖出 结果呢 就到了百分 今天扛不住了 百分之95万96左右就卖出了 哦 就卖出了 这个后来后来真的还有新高 嗯 但因为这种股票 如果要遇到这种股票 其实也没有什么规律 就差不多就行了 行 嗯 然后到牛市里头遇上这种 嗯 也可以出了之后再找下一只 对 还有我再说一下 刚才您说的这些问题啊 这是用软电话 是 是说 有的时候是横盘两三个月 比如说像那个 呃 现在可以说了 像这个之前去年年底是打猎的一些股票啊 有的股票没有在线上横盘 我就得进场 嗯 嗯嗯 就说并不一定说严格按着说 这个位置已经起来了 有时候在这儿就开始可以进场 就玩一个小波段 哦 还有像那个后来有人做了 当时我也说过这股票 像这种股票 东方通 嗯 我在这时候就 这算不算一点小学生 什么太多呀 现在都已经长这样了 很多人拿住了 但是我没有拿住 我是在这个预测了一些 我觉得有些风险 我先 我把这个波段做了 卖出了 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看这也是洗盘 你看这缩量的缩得很好 看这个回撤 它回撤的特别好 嗯 然后把这波段做出之后 这两天我发现什么问题 就当时盘中有些异动 嗯 然后我又卖出了 卖出之后就没管的 因为 呃 我不太习惯就是 就这种股票 一直反复地做 这算那个上下营特别多 这当时可能后来出了一空了 肯定是提前有机构 有些资金知道 所以说盘中这几天有异动 呃 有异动之后我就卖掉了 所以说有的股票啊 卖一K线无量产业法 不管是所有技术分析 嗯 嗯 有的可能三个月最好 而六个月给你足够的时间 有的不大 嗯 就像这种活跃度比较大的 呃这个市值啊 就不大的这种股票 因为它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洗盘 比如保利地产 保利地产 保利地产它需要很长时间洗盘 对 比如说现在啊 现在不敢 好多还是一种感觉 对 现在现在政策不 不可预测 因为像这种时候 像这种 都是随便是都是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它这流动盘比较大 嗯 流动盘越大 它在线上线下震大红盘的时间越长 但一些流动盘比较小的 像一些tmt啊 东方通 进行诺啊 什么类似这种 它就没有那么长的 没有弄大的流动盘 不需要 不需要线上线上横盘那么长时间 嗯 就说这次 嗯 比如说随着大盘一起回落 嗯 那么你倾向于大家就是找那个回落之后 就是不再不再创新低 那么就是回落 幅度不是特别大的是那种 它就是逆势对抗大盘 嗯 你比较推荐这种是吗 但是有的 经过回落之后 他又回到前低的位置 看着好像更磁势一点的位置 那种 嗯 我还是倾向于是找那种 呃 前期涨幅不大的 前期涨幅不大 涨幅就不大的 嗯 比如说呃 从如果从底部看的话 现在都是大家都习惯从2440点 看嘛 呃 如果是2440点看的话 我觉得涨幅如果在20%左右 30以内都可以可控 因为底线那部分是资金没有进来 它只是一个技术型超级反弹 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要是从2440点看的话 已经涨了80% 50% 甚至翻倍再回撤 那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它炒作的概念 炒作的情况 呃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次还就是一个反弹 或者说 啊 未来如果2440是底部 或者说未来有一段时间 有两三个月震荡 有宽幅震荡的话 那么 这种 这次炒作大幅获利的股票 呃 未来可能会消停很长时间 它的获利空间可能不是很大 关键是你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大 比如说东方通信 类似 当然不是所有股票都这样啊 东方通信这种 如果要是死的话 会非常非常抽象 嗯 因为每隔三年左右吧 都会有一支 类似东方通信这种神股 这种神股 比如说前些年的特列A 对吧 最近一次就是特列A 对 什么梅艳吉祥 嗯 这大家还能记住 再往之前还有ST 什么什么带 嗯 当时是27个 还是将近30个涨链板上去 后来又30多个Data板下来 总有一些类似 就过几年都有一些 这些类似腰股 我不建议说涨幅过大的 嗯 因为市场这次的炒作的强势股 未必是以后的龙头 嗯 大家寻找一些安全 安全点吧 还是要找一些涨幅不大的 然后这样的行业中的龙头 啊 然后逐渐的做一些波段 是可以的 嗯 所以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啊 就再过半年一年的这种磨合 如果如果进入到牛市初期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天狼软件 包括利用这个 咱们的那个讲解的方法 进行一定的追涨 因为追涨 找底的趴的趴时间太长了 就是耽误了你的钱的时间价值 有 对 全用这儿了 然后那追涨就是 嗯 我觉得是 往上滚风之后再突破的时候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有什么窍门没 分仓 分仓是最好的一个窍门 嗯 分仓是这样 打个 我为什么就反复在说 我上这50如果再跌一点我就要买了 一定是买 不是说现在马后跑了 为什么 哈哈哈 因为这个 基金的操作 我是这么规划的 嗯 基金 我虽然不认为这个上这50 当时说马上能够卫星翻转 嗯 但是我知道如果 在一个基金操作过程中 一定是有一些 啊 全中股做底仓的 对 全中股做底仓 然后呢 就像刚才我忍心 就是您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 未来的时候分仓是好操作 就是有一些全中股 或者说 嗯 就纯吃分红和纯吃股息绿 这种股票拿着放着 比如说什么银行啊 什么类似这种股票放着 没什么波动 可以打心也可以 或者吃股息吃分红 但是这种 仓位不会太重 对对对对 比如说10% 15%就可以了 然后再拿30 40%的仓位 做一些 呃分行业的 当然这个行业不会太多啊 我个人觉得如果未来的牛市中 我最多可能也就配置五种 嗯 最多就配置五种啊 太多行业 你就关注不惯了 这五种行业中 可能两种是偏防守的 嗯 三种是偏进攻的 就是有两种行业 比如说 零售 医药 这可能要配些 因为在未来 这震荡过程中啊 他可能会选择一些 不可预知的一些 比如说突然跳水啊 有可能 那么这种选择方 进攻的 比如说像一些周期性的啊 还是要考虑一些 你说压底的话 那就是券商那肯定是受益 受益欲用的不是 券商是这样啊 券商我 我觉得是这样 券商股呢 是可以少量配置一些 但是如果真的是 以后配置啊 券商股是一个什么 一个行为呢 券商股是 大家觉得要涨 但不知道买什么时候 机构就会买它 对 所以说在未来真正牛市的时候 大家一直会拿这个 最近一次案例当标杆 就是在2014年15年的券商 涨得非常好 但这个历史是很难重演的 嗯 虽然说大家觉得这次反弹 反弹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受到科创板啊 或者说受到一些股权质押缓解啊 比如说等等 这些问题 大家对它的预期比较大 还有就 大家觉得这个反弹了 比如说北上资金都在抢这个东西 抢那个东西 抢那个东西 结果不知道抢什么 那就买券商吧 对吧 这是很简单一个逻辑 资金就奔这里来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未来行情逐渐转转的时候 券商股其实我并不是特别认为 未来一定是真的一个很好的龙头 我觉得未来的龙头 其实有可能出现在 比如说像基建 基建 基建 还有一些像一些消费股 消费股里面 大家因为觉得可能现在消费会下降很快 消费指数下的很 但是其实我觉得消费一些龙头 现在是个布局的好机会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14亿人口 消费能力其实很强的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中小的企业被消化掉 被挤出这个效应之后 其实龙头的范围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你可能在下乱牛市中会找到 比如说海天 类似海天的 类似海螺的 类似这个茅台的 可能就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股票了 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能找到一些伊犁 海天等等类似这种股票 其实大家可以挖掘一下 嗯 没事 再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看您还有什么问题 已经小下班了 没事 没事 您还有什么问题 没没没什么问题了 咱们今天聊的有点多啊 那最后再帮你们做一波硬广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 听刘老师课前几年 他就说出过就是 你如果想赚钱的话 一个行业如果壁垒特别的高 那么你一旦进入这个行业 你因为你入门很难嘛 进去之后呢 赚钱的游刃有余呢 很简单 就跟那些龙头企业一样 嗯 但如果这行业比例特别低 就像炒股票一样 你弄个电脑 没电脑 我拿个手机 我躺在那儿就能躺赢 那他的难度如果低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人干别的了 对 就所有人都涌进这行 这么舒服 这是很简单 这是个逻辑问题 特别清晰的逻辑 所以这行应该是最难的 因为你是从别人兜里掏钱 应该是最难的 尤其是 几乎是零门槛 零门槛有个网 就就可以做这事 嗯 所以 你在这个行业里赚钱 就是怎么可能 就是不投入的 不学习的 就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 你学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工具 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咱不说 2万小时 咱不说2万小时 你至少得 至少得学好几年吧 然后 经过两段牛市 然后你慢慢就能生存下来 就最终成为就是 老师嘴里的硬核韭菜 对 硬核韭菜 韭菜 韭菜 让机构的食之无味 就不想嚼你呢 对这样的 其实越硬核韭菜 越点小 其实这轮 踏空的很多都是老韭菜 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机构 是 我刚才就是没买那个东方财富 就是 东方财富我推荐给一个机构 我买 他因为他是长时间横盘 他说他没有动 对 所以就是我打那个400电话就可以了 嗯 谢谢 400接 886-3311 哈哈哈 其实咱这么说 客观说软件 其实不是绝对的 嗯 但是 就是 我给大家说 我在日常生活中 我现在用的软件 至少是四个 嗯 我现在真的在用四个软件啊 机构版的有两个 我就不说了啊 反正都是我们同行的 是机构版的软件 嗯嗯 也都是 比如说像 查一些财务 北上资金 包括很多各种复杂的一些 研报啊 什么内部的一些消息等等 各种东西 比如说 大家知道上周初 有两个出卖出评级的 研报是吧 嗯 其实我在 某个机构版软件上 背锅了 某个机构版软件上 直接就能点出 过去从一二年 到现在出过几次 卖出评级的 研报 这其实就是 软件工具的作用啊 这个东西可能没有 对你有什么帮助 但是 你想查一些资料的时候 还是有有帮助的 我要买一个股票 我要看它三四年 所有的公告 每一份公告 我全看一点 嗯 我也会看 嗯 我们软件在这方面 可能是确实一些劝虚 所以说我在其他的软件上 对对对对 就得用别的 对实话实说 我们这个 我们小伙子经理啊 数据没那么大 那个而且因为我们软件 因为还要照顾很大一部分 我们做股指期货的朋友 因为股指期货要求速度非常快 你这个软件就不能跑那么大的数据 比如说大家知道万德呀 或者说一些机构版的 我们也在用 这个它的软件非常非常慢 非常非常慢 因为数据庞大 我打开的时候 有时就卡住不动了 嗯 所以说我后来换电脑 因为我同时开三个软件 一个是看这个的 一个是看那个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说有这个软件 有时这个好 有时这个好 但是 总有一些你要用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偏重于 我们软件偏重于是像一些 大家可能日常中 看不到的一些指标 嗯 但是比如说一些筹码呀 一些东西 还是要自己去学习的 我甚至都觉得 很多一些技术指标 我还要翻过来自己去学习 就像刚才你说的 你问那个 问你就比如说 为K线选股 其实有的时候 你选出一个好的股票 选出一个案例的时候 可能是你翻了五支十支 甚至经历了可能错过三五支 这样的股票 才能总结出一支特别好的股票 才把它抓住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工具能帮助你 不断的复盘呀 不断的完善呀 不断的学习 是吧 嗯 然后心态特别的重要 嗯 就是这个财不入鸡门 你 你 没有 一定的把握的时候 不能 家里所有的全下一次受汗 对 然后 输了 公敌赶活 赢了会所那麽 这种这种心态 就肯定会输 是 太急了 所以现在这一涨 嗯 你看那些跟铁都非常的急躁 特别的着急 是 因为大家 错过好多小目标 是 对对对 大家很很容易觉得就是说这个钱没赚就丢了 其实如果在这个市场中 可能咱们都是经历过几次牛熊市的啊 可能就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几乎特别的 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举的例子啊 就有的股票啊 就刚刚讲的华裔集团 真的就是 当时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 开始怀疑自己 给别人推荐这些股票 然后那个 当时因为是拿他大案例嘛 拿大案例说了 当时我还说了永辉 14年我还说了永辉 但14年一直都没涨 等到16年17年才是涨 就说这种股票可能需要一些耐心 需要一些耐心 以前如果做个人账号的时候 我可能做不到 但如果要机构 如果要是基金账号 慢慢可能有些想法就能做到 因为资金如果大的话 可能考虑一些长线的仓位的 中线的仓位 短线仓位 甚至比如说有些概念的 我们小仓位玩一玩也是可以的 是吧 嗯 所以有时候急涨之后 好像你一追就开始往下掉 是 然后你抛就开始往上涨 嗯 就是有点就是机构盯着你账户操作的 感觉 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 才会导致这种结果 对 可是这个东西又不是 嗯 三言两语能教的 这只能是说自己在里边还得体会 体会 所以拿小仓金 然后 然后多学技术 然后多实践一下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陈老师已经满仓了 不可能的 现在就是花容老师 嗯 花老师很接近 其实是这样 邓老师以风深 每个人呢 他有每个人的想法 是吧 每个人他有每个人想 就是说如果要市场中 所有人的想法 所有人的操作习惯都一样 那就那些股市就没有交易了 对吧 大家如果都认为这些股票好 那天天涨停了 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些股票坏 那都是天天跌停了 对吧 其实你会发现 呃 呃 打很简单的比方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人一直觉得这个周期 这个其实很多 有人看周期短 有人看周期长 然后呢 呃 尤其是当你觉得 这个钱 不知道一赚钱的时候 这钱可能就慢慢来了 嗯 现在我也 看他们那特别流行 就是基金周期 嗯 库茨涅茨 然后诸葛拉周期 最多最大那一生赶不上的 康波周期 哈哈哈 那个还真是嗯 挺好玩的 就是跟着这个上下的股票 他有时候能能match上 对 能正好配上 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 就有时候这个 事业也好啊 投资也好啊 或者人生的轨迹也好 都是到 耐心等待那么一次 等待那么一次机会 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 嗯 也 也往AI那那发展 就是有点像 像 量化 陈总那样 我们有 哦 这个我们最早的 像那个 谷主期货就有 呃 谷主期货的 嗯 谷主期货你想吧 那个 最早的谷主期货的量化的 一个基金 呃 量化的一个指标 数据 嗯 卖 就是卖钱的 十八万九 嗯 那最高版本的 卖十八万九 当时是有那么一套的 当时大概是 有 有十几个客户吧 有十几个客户买那个 那个 就完全是根据我们跑的一个量化数据走的 嗯 其实因为我们 大家知道 陈老师之前最早开发的像滚浴啊 什么这些 嗯 都是量化的 都是量化的 所以说我们的软件是能够走一个量化的 但是近期没有那种基金的 呃 暂时开发没有 那科创近期也也没有 呃 科创会我们已经开了 哦 呃 科创我们会做的 但是我 我现在科创这个怎么做 现在还没有一个 对没错没错 没有一个晚上的想法 没错 因为科创 首先来说它肯定 肯定是一个风险的收益都很大的一个 就刚好期的时候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对吧 我享受过了 嗯 蛮容 所以这科创我们肯定做的 但是我看好多人都什么晒自己开了科创 就像 不是像刚才想像一个机构扎堆 哎 散户也都上了 对现在五十万开户就是散户 对对对 在科创上了 在科创 我想问个问题啊 嗯 您是怎么会选择买我们的私募基金呢 哦 似乎就是一直长时间听课吧 嗯 该续续费 不是 谢谢 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最幸福的就是呃 就是各位老师他们就是做基金之余还在给大家讲解这个盘面 你看你自己有一定的判断 嗯 然后老师一讲解你相当于 学霸跟你对答案 或者老师跟你对答案 你这段涨进特别快 以后万一他们也跟比如说像 淡斌一样就是说专注于做基金一言不发在上头 你那个时候你自己学习就是成果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你接下来 你看现在还有比如老师说说他的观点 你们看能不能验证然后哪错了什么的 这还有人帮你批改式的那意思 这段涨进还是比较快 其实我 其实我 您知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也不讲课知道吗 嗯 我们有 也不讲了 呃我们大概是在 1617年就不讲课了 有段时间是老邓我们都不讲 只讲七指课 呃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基金经理了 啊所以说那个 就没有讲课 而且那有些课是指相见到软件里没有发微博 大家知道吧 有段时间我们的视频都不挂到微博上 原因是帕一合规的问题 嗯 但是后来说实话 因为我们公司 呃 就是说能拿着再讲课的人并不多 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很多软件客户嘛 比如大家拿软件不用啊 嗯 就觉得 很多软件呃用户拿的手里不会用 或者说对盘子怎么理解 后来又把我们几个老家伙搬出来 又又讲课 而且大家知道的微博我 我们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活跃的 其实都不活跃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时基金那个 因为已经内部开始交易了 嗯 就已经不专注想做基金 为什么后来又开始活跃了呢 啊就想卖基金嘛 嗯 想卖基金对吧 所以就活跃了 实话啊 真实话 嗯 所以说现在也不想卖了 哈哈哈 就不想发挥一本了 嗯 其实其实我 呃 我是说实话啊 这次踏空呢 我其实 呃 唯一的一些 就是 就是 觉得 就是刚买基金这些投资人 因为 因为正好你想一月和二月初嘛 正好两次反弹起来 资金高 刚到 嗯 还没有想着到利润 没有想着到利润 没有想着到利润 所以这是对我一个主要压力 嗯 如果从一个长期的大的格局来说 我知道这肯定是能赚钱的 嗯 啊 这是肯定能赚钱 只是说暂时这块 目前就相当于什么呢 啊 就是相当于打个不恰当比方 就是啊 你惹了女朋友 就是你做了对不起女朋友的事 啊 然后让她很伤心很生气 但是她竟然没有怪罪你 竟然没有 很多人竟然没有赎回基金 嗯 然后这时候你会觉得压力更大 就我觉得压力 所以说 有时候就其实就是想把一些精力放在一些 因为毕竟你说实话啊 以后的行情其实可能会超出一些预期 或者说跟没有一样的行情嘛 对对对 技术分析 其实 呃 我们对于基金操作 我自己客观评价啊 我对于基金来说是一个新手 嗯 啊 因为是开持 当基金经理 虽然说也 如果要算名义上的基金经理 已经有从17年就开持了 对 但是对外来说 她不才开持 这才几个月嘛 是 所以说还是 有些压力也是正常 而且我觉得压力刚开始来一些就好一些 别等那个尾巴翘上天了 这时候再来压力再跌倒了 那就更不好了 对吧 所以压力来的早一些更好一些 尤其是我客观总结一下 过去虽然说在这行业中经历了 比如说07年开始入市 对吧 嗯 经历一些牛熊市 但是我一直觉得那都是一个散户 或者股 没错没错 股评的身份 在这个市场中交易 或者在这市场中生存 呃以前获得的主要是经验 心态和一些策略上的一些基点 对于机构或者说这个身份 对于基金操作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 比如说在一些基本面的发掘 在一些仓位的配置 呃什么 比如说这一次踏空可以 绝不能有第二次 对不对 因为机构这个踏空其实你发现以前当了位 机构踏空其实很很要命的 机构踏空跟散户不 因为我以前比如说散户的时候 自己交易的时候 你发现踏空就踏空了 嗯 因为你没有亏钱 然后你每次 该你能看懂的时候你赚钱 这其实你心里很美的 很乐子的小日子过得挺舒服 嗯 但当你做一个基金的时候 当有这个曲线跟那个指数不匹配的时候 嗯 比如说大盘没有怎么跌 你的基金亏了 这你就没有办法对投资人解释 而且对于未来的投资人 就是一个不信任对吧 嗯 或者说有一次踏空 或一次踏空可以理解 两次 那就不好操作 所以对于这个以后的交易策划呀 交易策略还有很多需要总结 嗯 我觉得嗯 现在这个位置还是资金安全最重要 因为如果 如果仓位中它回撤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一个 比如赎回赎回你被迫 又要要多买 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嗯 以前有一些基金就是 做的不好就会这样 嗯 嗯 这个上次有点像黄帽车夫 黄帽车夫 上下都特别 是吧 好了 那今天咱们这个是 嗯 确定是刘老师出品 因为刘老师出品 因为刘老师出品 必超时 哈哈哈 超时啊 主要是我废话有点多啊 这个大家理解 对有时候真的是 我就是周四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周一这个直播的时候 我其实就想两句话就解决了 但是一看大家又有这个问题 我想多唠唠两句 但是微博控制住了 微博就不想唠叨了 因为我觉得能耐心听我们客户 能听这个直播的人 应该我都认为是我们的铁粉 嗯 因为说实话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有人咱们不能跟陈老师比 有人觉得听教师课 有人还有这样意见 那样的意见 说实话 你不知道能有什么样的机会 能让陈老师 或者说我们有 能把一些心理的东西 给掏出来讲一下 这些东西 很多人我们都不讲的 是实话 因为有些你会觉得 这些东西别人觉得是空话 对 其实但是都是一些 似乎 都不考虑 我